店员的号票显示前方有35桌排队 事后记者将这张票号交给了那名组织者 当然冲场也不限于排队取号这么简单 记者在兼职群内看到一个在地铁站集合去冲场的找人信息 要求男女不限45岁以下 还表明有茶鞋点心 表现好的有伴手礼 从记者赶到该地铁站出站口时 发现已经有几十人再次集合 组织者现场按照30人一组拍摄合照 有经验的兼职人员表示 这是作为最后这次冲场的实际地点 是在南京市的一个售楼处 我们这次来还有要求啊对不对 要求啊就是当看房样就行了 你们说不要坐下车的话 就不要老师问什么的接触啊 或者说咱俩边签走啊或者下一步怎么样 来到售楼处门口签到排队 拿到后圈后进入售楼处内部 此时兼职者大多聚在纪念品领取处 给完纪念品大家又涌向了售楼处 临近中午管理员在群内告知 陆陆续续可以走了 不一会儿查铁区便迅速冷清下来 就在该场活动举办三天后 记者在该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上 看到了一篇与本司活动有关的推送文章 其中提到当天人气沸腾 精彩活动轮番上演 一步步将现场活动氛围推向高潮 除了江苏南京 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 也都有不少类似的活动招聘兼职 其中大部分都是给一些网红餐饮店充厂 相比于南京、北京的报酬更高 餐饮店的充厂活动 在餐厅外坐着等位 中午和晚上各两个小时 可以拿到50到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寅江表示 一些经营主体想短时间内聚拢人气 吸引流量 通过选择类似冲场的营销手段 并不可取 消费者如果发现此类体 我觉得它的本质就是一种通过虚假的方式 来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这种行为 涉嫌违反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信息 必须是真实、正确、全面的 不能够去欺骗或者说误导消费者 我们的反不震荡竞争法也明确的规定 经营者不能对他商品的雕售状况 能不能化成实实在在的口碑 关键还在于自家产品和服务的体质 获得良好的消费体验 而不是说把精力放在这种新奇的营销 或者说这种